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 我們亦說一說澳洲 又是盲腸 這次不單止刺紙 連紙巾也搶了 那是甚麼事呢 是因為 我們現在 是有新冠 新冠的話 搶刺紙就是 很正常 我指正常是說我們見過很多次 另外流感 亦是有人 不單搶刺紙 亦都搶了紙巾 面紙有些就叫做 想不到兩樣紙品 都是大家狂搶了 所以 相當地傷心的 我們看到 澳洲兩大超市 W字頭和C字頭 他們為了 應對這些紙品 即 這些脂肪 也畫了 或者叫做紙巾類的產品 只可以 對部分產品限購 由於庫存不夠 C字頭就是宣佈每位顧客限購兩袋 這個大的紙巾 W字頭 亦都是宣佈每人限購兩袋紙巾類產品 包括刺紙或紙巾 當然 現在是為甚麼呢 因為供應鏈問題 還有新冠 大家都擔心會否有封控措施 我相信澳洲就不會封城 但總有些人擔心 還有 你知道 紙巾貴的時候 現在他說流感 很多人都用紙巾 但是 更加多的人 因為紙巾貴 就用 一卷卷刺紙 這是很正常的 所以這些紙品都是缺 其實我猜不到今時今日為止 都是缺 刺紙和紙巾 喂 其實 要不要搶啊 可能你可以說 哎呀不搶不行啊 因為很多人有流感 好像W字頭的發言人就向 媒體說受到 寒潮和流感還有新冠的影響 民眾對於 感冒藥 還有喉嚨糖 紙巾類產品包括刺紙和面紙 這是激增的需求 目前紙巾類產品受到極大影響 為了確保更加多的顧客可以買到紙巾類產品 包括 這個刺紙和 紙巾 即是面紙 在 全澳洲角門店就實施限購政策 C字頭的 老闆也跟媒體說 由於 供應鏈問題並且 大量的人突然之間搶購 紙巾類產品包括刺紙和面紙 所以限購令是必須的 同時不少的網友亦 抱怨買不到 一些叫做 感冒藥品之類的東西 亦有網友就說自己在我們C字頭 那裏 連必你痛都買不到 當然 現在的時勢因為流感很厲害 亦有新冠 目前 澳洲各地就經歷新一輪的疫情 好像New South Wales 新南威士州的衛生廳長就說 受到 Omicron新變毒株 BA4和BA5的影響 因為感染人數就激增 目前 我們衛生部門就估計 7月底8月初就會到達頂峰 具體時間就取決於社區感染率 和免疫水平和個人因素 所以 很多人去搶這些東西 究竟要不需要搶呢 我覺得只是一下過而已 之前不是試過 之前已經盲腸次子很多次了 是嗎 現在還是這樣搞會不會很難看呢 當然 有些人就覺得 我相信我家裡也有一點吧 也有一點吧 現在澳洲人的日子真的過得一般的 好像 說回 你盲腸甚麼盲腸甚麼都要有銀 但現在的銀資越來越不見 好像 現在最新的新聞顯示 澳洲各大首府城市包括外加所住的布里斯本 油價超過兩元澳幣每公升 聯邦銀行預計高油價起碼持續年半 聯邦銀行擔心俄烏戰爭不斷持續 澳洲油價超過兩元澳幣每公升的日子 可能要維持年半 聯邦銀行的 首席經濟師 Weaver 他就說 由於全球 原油供應很緊張 澳烏衝突惡化 對澳洲的司機影響十分大 他們也說 柴油和汽油價格在未來12到18個月 可能依然保持在兩元 左右的高位 由於替代俄羅斯的燃油 面臨供應挑戰 所以價格將會高於澳烏戰爭水平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 每個首府城市的無原汽油平均價格都高於兩元澳幣每升 好像來自 Multimouth的數據 其實 好像亞德雷德 平均價格 這麼厲害?是不是真的? 平均價格每公升 兩元三四澳幣 是歷史新高 其次就是Canberra Canberra就是三條二 即是兩元二二澳幣 每升 Hobart就是 兩元一九 每升 這個墨爾本 也是兩元一百 也是貴的 其實 要 跌下來是沒那麼快 我們的 新政府、工黨政府 亦都排除了 將 這個燃油稅 減半措施是到九月之後 他說不可能 不可能延續 他亦都說 無限期這樣延長 將會花費大量的預算 所以必須要衡量現在發生的事情 我們必須要衡量 優先事項 當你預算當中充滿 錢的時候 而且我們的債務是一萬億澳幣 當你有一萬億澳幣的時候你會怎樣想 你不可能 做你一切想做的事 這個也是現實的 澳洲 石油協會的數據就顯示 上星期全澳的無原汽油平均降價了0.8澳分 大概 是兩元一一 差不多 現在 澳洲平均每個家庭 每個月 用在入油的銀子 大概是 296澳幣 是低於 上個月的298澳幣 低了 兩元前 低了兩元前 知不知 今年年初 亦是 一月的時候幾次 每個月是74澳幣 頂去 現在貴了那麼多 真是 白上加根 當然 我們也看一看剛才不是說是貨車司機很缺的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 有愧 不花算 另外 澳洲 亦公佈了 一個數字 就是 貧困線 隨著生活成本不斷表升 幾百萬澳洲人 可能是跌入 貧困線以下 目前 周收入低於457澳幣的單身成年人 或者周收入 低於 960澳幣 而且有兩個小孩子的夫婦 都被認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澳洲社會服務委員會 他們的副CEO就叫做 Jacqueline Phillips 就說 在東海岸 等等 的地方 就越來越 辛苦了 因為之前有大洪水 很多人的家園被毀 以及新冠還有澳湖戰爭 令到數百萬澳洲人陷入貧困 他亦說當通脹高的時候每個人 都需要付出代價 但是研究表明低收入家庭受到的影響最大 對於收入較低的家庭來說 食物、汽油、住房成本的支出佔的比例 是比高收入家庭大得多 我們還要看一看 是需要 某種形式去援助他們 例如好像食物那麼高的時候 其實是否可以多些食物銀行呢 那麼現在 隨著物價高漲全澳洲有100萬人 是要求助於食物銀行的 另外 京合組織對於貧困線的定義 是中委家庭收入的一本 Philips小姐就說 同其他OECD國家相比 澳洲的貧困率相對是較高的 2020年的一份報告當中顯示 澳洲有334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大概百分之一的成年人 和六分之一的兒童 而住房可負擔性 就是最嚴重的 被廣泛地認為 是最快 看到生活成本上升的一個指標 當然 貴住 沒理由不住 亦使生活 急速惡化的 最大因素 因為醫食住行 怎樣都有雅姐頭才行 以及 剛才說過 周收入低於457元澳幣的單身人士 或者 收入低於960元澳幣 並且有兩個小孩的夫婦 都被認為 是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過去兩年我們看到 地區租金升了百分之十八 大幅超過聯邦 租金援助的上調 由於租金上漲 以及更加普遍的生活成本上漲 令澳洲人 面臨雙重打擊 澳洲家庭的平均 可支配收入 就是每個星期 1124元澳幣 但是由於75%的 家庭都是 背負債的 所以有四分之一的澳洲人在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壓力下 是很辛苦過日子的 那些 靠著每日46元澳幣的日子的人 現在又面臨漫長而且極難捱的冬天 哎呀,今年冬天真的很冷 而且是凍到害怕 我們這裡本來很暖的地方 都是一到零到 其實 有人每兩三天才衝一次涼 有人 為了省錢在生了自己的暖氣 亦有人捱餓 是大人捱過 為了小孩子有飯吃 聽起來都 很心酸很心痛 真是 幾時緣呢 不知道 我只能說 不知道我的戰爭幾時緣呢 有沒有人回答我 沒有,我也不知道 可能普京自己也不知道 現在但願一件事 就是 大家都是 健健康康 真心地說現在 你可以看些什麼 請問你可以看些什麼 健康最重要是等會你中過新冠 又有什麼病痛 又不能上班 又是大大鑊 當然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澳洲的 勞動力 是短缺的 其實現在 澳洲的工商界 呼籲 每年要引進20萬的技術移民 但是這個是不是 可以實現到呢 其實 澳洲工商會CEO就呼籲 聯邦政府每年要引入20萬的移民 有些人就說 你和我爭飯吃 但是你要想想 移民他來 也是要消費 其實這些是互動的一個數據 不可以這樣靜止地看 20萬人 解決 現在澳洲歷史上 近50年來最嚴重的勞動力短缺 澳洲工商會CEO Andrew McKeilla 就說 澳洲目前面臨50年以來最嚴重的勞動力短缺 聯邦政府一定要快點去解決這些問題 各行各業 就是很難找到人的 在澳洲過去兩年多的鎖角當中 導致 沒有任何的海外工人流入 所以必須彌補過去兩年多三年的這個損失 他亦都說 聯邦政府應該是每年引入20萬的移民 失業率之所以維持在3.9%的低位 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澳洲人 去填補當前的職位空缺 如果有20萬的移民的話 技術移民當中如果有 20萬人不是全部技術移民 但技術移民當中有13.6萬人的話 其實 他對經濟已經是相當不錯了 根據 政府最新的規定 因為 澳洲現在已經徹底在疫情中開放 確診人數升得很厲害 根據澳洲政府最新的規定 感染陽性之後必須自我隔離一段時間 亦都導致大批的企業人士 是要隔離搞到人手不足 另外一方面 現有學生是處於學生假期期間 出油的人亦激增 澳洲各地的機場都是爆滿 航班取消航班延誤 行李不見了的問題都是很多 其實 墨爾本機場 亦是迎來了兩年多以來最繁忙的一天 預計 因為 我們知道 節目出街時是星期六 但其實星期五的時候 即是昨天 墨爾本機場 就是 迎來了最繁忙的日子 大概有10萬人 會通過他們的客運大樓 這亦是機場至新冠以來最多人的日子 凌晨5點剛剛過了 已經大把人 在閘口等登機 看出來都是一件好事 不過 又是人手不夠 所以 墨爾本機場的CEO Angus 安格斯亦都說 希望 可以 更加多的移民會回來 幫忙 減一下機場 人手短缺的危機 我們看到 就算布里斯本我們是小機場 不算很大 其實 星期五時候也有五萬人 通過布里斯本機場 是略略低過 之前的復活節假期 當時有五萬六千人 一大組大家都在排長龍 安檢等待時間 都要半小時 有時候要等 布里斯本機場 要求乘客在國內航班起飛前 九十分鐘就要到 國際航班三小時之前要到 雖然 坤士蘭州和維多利亞州 的假期快結束 但是 其他州的假期才剛開始 好像亞德雷德 即南澳也迎來了 自己最大規模的 機場人群 預計有三萬人 但是這些機場 全部都是 不夠人手操作 所以也希望多些人回來 但是澳洲之前 趕走些人 究竟那些人能不能回來 我是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另外有條新聞 挺過癮的 就是在 Lamanda Bay 其實有間cafe 一直想找一位廚師 但是 傳統的方法 就是一直都請不到人 請不到人 最後 老闆自己要學廚 這個也挺好笑 其實 廣告費 知道多少錢嗎 他放在最當眼的地方 當然這間cafe 我知道哪間 那間也挺漂亮的 其實 廣告費 給中介的廣告費 請人的廣告費 每個星期是五千到一萬元澳幣之間 老闆老闆娘說 我都不想這樣做 但是 根本不夠人手 另外 第三產業的 一些人士也說 澳洲需要更加多的海外工人來填補 一些職業控缺 尤其是酒店 和這些 餐廳 但是 一來的時候 會不會又有另外一場 疫情大爆發呢 可能也會有這樣的機會 而且 大家也知道 現在突然之間來的話 澳洲很難租樓 現在真的很難租樓 後來也是醒悶了 原來現在租樓是那麼難和那麼貴的 難怪我看到 有些新移澳港人的網站 就說 要 等租樓等幾個月 事實上可能真的會這樣 現在澳洲就是這樣的情況 事實上 我就覺得 現在我們冬天那麼冷 又在新冠 大家也要好好保護身體 但是 顛費又那麼貴 又要搶紙巾 搶原紙巾 又要搶廁紙 現在這個世界真的很憤亂 真的很憤亂 大家在疫情當中 要自己保護好自己 有得接種就接種 有得接種就接種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多謝各位網友支持 就這樣 拜拜 拜拜